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说的 在脑上陪我游览的老师 是啊 进入这个神奇的家庭就无法再离开了 我看就再待上几天了 很早以前我跟山田杨次说 我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当证婚人 他答应了 后来真的答应了 可是当时很年轻 没什么钱 就没有拍结婚照 多年后 一次拍银四郎的时候 导演突然想起来 说帮你拍一支结婚照吧 跟大家同意吗 大家都说同意 于是用电影里的服装道具 请了一位来拍剧照的著名寿命家 拍了一张照片 据说别人找他拍一张照片 要二百万日文 那天真是碰到一张照片 不知道哪儿啊 一九九五年七月 日本版神大敌阵 因此郎如期感到 啊 啊 瞧 又出现了 啊 是这家伙 最后那一集 过美青开得非常辛苦 主要先去医院检查一遍 然后再来拍戏 第四十八集 就是你拍完的 那时候刚好板神大地震 他还要去震灾 大家都不同意他去 可他还是去了 这一年 尹此郎的故事 最后一集开拍 当然 除了卧美青 大概没有人知道 这会是最后一集 其实在去世的十年前 他的状况就不太好 他去世以后 他太好高兴了 其实我美青去世的三年前 大夫就跟他说 最多还能活两三年 但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 我想起来 在他去世前三年的时候 颜色变得很黑暗 在拍第四十八集的时候 他的身体很糟糕 我当时就有点不祥的一种 这一集里 尹此郎的侄子满男失恋 我想结婚满男 我怎么办 虽然大家在心底里 都遇到他身体 在第一集里 樱花和阿伯结婚 在最后一集里 他们的孩子满男 也曾救过一样 迎来爱 最后他带着病来演戏 另外最后一集 我有一个跟他撞一下的阵子 先排练几次 每次排的时候 沃美青的劲儿都挺大的 但是越撞越轻 到最后真正实拍的时候 结了他的力气很小 在海岛上 尹此郎又一次遇踩合前衣 他们凭死真坏 却仍没有跨越 那先进一步 这种事不管什么想法不想法 男业终得把心理想法告诉你 莫名根本还没有去 很多样的人生麻烦 最后呢 上马中的阿姨 怎么知道他没人呢 到了现场一出 我要没有他的气 他就在那上网 因此努力教育满男 应该如何对待亲爱的人 默默洗澡 他在摇眼的今生 快乐 平安 天空作美 结婚典礼顺利进行 95年百神大地震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太可惜了 大家看得很高兴 人来了 人和灰手 但是尹此郎都没有理由 当时有一些人 觉得他咋的架子这么长 但是他身边的人告诉他们 当时他已经连灰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实在是不行了 因为我爱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爱 你还记得他 我爱你 你只要他的秘密 你利用 我还记得他 他说 你原来 你不来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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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彌子王是個化學的人,那麼,又會被開地生長那麼喊出的地方。 如果說彌子王是個化學的人,那麼他又一定是個化學系統的人。 1996年,郭美卿終於因肝病去世。 銀次郎的故事在持續28年後,終於結束。 28年間郭美卿最主演過銀次郎的故事,在其他電影中均屬何況。 郭美卿年名田所湯雄,在公眾面前他叫銀次郎,在藤氏面前他叫郭美卿, 在家人中間他叫銀次郎。 郭美卿算盡十年經,始終向所有人隱瞞進去。 他在遺囑中說,不希望讓別人看到自己的漁人, 曾燒成煮灰之後再去外出公主,都要一切功華和鮮甜。 郭美卿的朋友大多是豆子店、電池店的小買賣人。 他經常喬裝打扮在劇場裡觀察別人的表演。 對於最後28年的視野,他說,銀次郎已經不是我想演, 或者是我不想演的問題,而是社會和時代這樣的大環境的環境。 我即便沉默,大環境也會善意做出決定。 在家,走南狂北來葛世柴佑人士, 行車,大名叫銀次郎,江古上人稱封子阿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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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在柴佑公共的地視廳廟裡,我們在一個角落擺到了柴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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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